9am也遲到,9.10am也遲到, 所以9.30am也遲到。 这是自然的。 因为晚上已经结束了。 所以可以开始了。 这两天的座禅和醒禅和生活禅。 在这三方面,我大概都会当下那个。 比如说座禅和座禅和座禅和座禅。 就以呼吸为主要的目标。 然后醒禅的话,就以脚部为主要目标。 然后生活才是比较差, 就是因为还是会妄想很多。 那大部分就是说,用做呼吸为一个最主要的点。 然后扩展出去看自己可以觉知到多少。 就知道多少。 来操作。 所以在座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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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禅。 就是会忘记很多。 然后禅是说,让你提醒自己。 就现在有没有觉知,现在觉知到什么。 就一直去提醒自己。 就是自己这两天有发现,当失去觉知的时候, 大部分已经脱离到我说的那个正在进行的那个当下的目标。 然后已经跑到妄想区了。 大部分有发现这一点跟我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在日常的活动中,我会忘记很多时候, 而常常是有关于思考的心理。 什么? 关于思考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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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思考的在日常的活动中。 所以那是因此,你必须要保持你的身体, 在做什么。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因为人们认为坐着和活动是做的时间。 所以日常的活动是日常的时间。 所以日常的活动是日常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其他的时间也是禅修的时间。 要有这样的观念。 要更加注重,就是比坐禅和行禅, 要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中的觉知。 禅师问你,当你醒来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 第一个就是听到大伞的声音。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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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张开眼睛,然后翻身,想要起来。 OK, that's good.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开始摺被子,然后慢慢起来。 然后摺被子,这些。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可是到了,有时候会忘记,就是。 没有办法一直连续到。 So,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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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grossly knowing is enough. Try to make happy. Next, next, try to aware and doing. Aware and doing, aware and doing together. 像是说,就是试着,就是连续的。 做什么知道什么,做什么知道什么。 这样去做。 嗯。 那,再报告一个。 就是,比较特别的是,以前在做禅的时候, 就是有妄想来的时候,比如说, 这两天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比较进入状况。 然后,就是有比较不好的妄想。 然后那个妄想是两三个念头。 那已经变成,身心状态都非常坚固。 那你要去关心也不太容易。 那这次的操作是,想到, 坚持说,可以再觉知到其他的目标。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终身一敲。 我觉得好像救命恩人。 那个,就一敲以后那个坚固的状态。 因为我心去注意那个敲的声音, 就那个坚固,很坚固的身心状态, 就慢慢慢慢地这样被瓦解了。 这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 以前都会把那个很坚固的状态, 关到身到面,关到为止。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 我把它注意目标,其他的目标, 然后就瓦解。 所以, tension in the body and mind, and this time a new experience, because previously, it watched the tension until it passes away, and this time because of the sound, and she changed the object, noticed the sound, and the tension disappeared. Disappear. So, because you are thinking about tension, or resist to the tension, if you change the object, the mind forget about this, then it will leave. So, when you are aware of some object, you must have checked your attitude is right, it's no problem. If your attitude is wrong, worse and worse. She thinks she needs a lot of practice about checking the attitude. Yes, that's a habit. You need to make more exercise. This is also good for practice to watch the mind. This is an exercise to watch. Checking means to watch your mind stays. and simply check theness of the samurai. So, the test is right, It's also too much to check the attitude.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check the attitude. This is a pain. It's very important to watch the mood. 所以呢好像正念提升了很多 就是禅师带领的也是我平常就是先放松身体 然后呢目标升起了我就投入到目标去 那有的时候你在关照的时候就是 会关照到两个目标 那这两个目标呢你会同时在关照 然后有的时候一个目标它会减弱 然后成为另外一个目标 但是有的时候你关照关照 这个目标比较微弱的时候 然后你的心就突然就会飘出去 飘出去之后有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昏沉一个就是调局 就是打妄想这样子 所以你能够觉知到这样的状态 就整个过程 非常好 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发觉你会去 你的心会去选择目标 就是比如说像我最大的问题是紧绷 那紧绷如果它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呢 我就我的心就可以平静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紧绷越来 我观察越来越紧的时候 然后我的心就会开始烦躁起来 然后我就会想要把目标移到腹部去 然后把这个紧的感觉把它转移 这样是对的吗 把紧的感觉转移是换一个所缘 换一个所缘 嗯 所以有时候身体会变得稍稍 然后如果它变得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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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在改变所缘之前呢 你先要检查觉知到自己的抗拒和反应 对这个紧绷的反应 身体的紧绷有时是在外面的反应 有时是在外面的反应 有时是在外面的反应 所以你需要检查 什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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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在外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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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去觉知这个心对这个紧绷 有没有反应 有没有抗拒 如果这个心呢 对这个紧绷没有起反应 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就可以持续地观察这个紧绷 就不需要改所缘了 如果你不能看脑 然后看脑的紧绷 就先要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心的态度 如果觉得还是很难看到这个心的态度呢 如果这种抗拒的心呢 紧绷的感觉越来越强呢 你也可以转移就是改变那个所缘 基本上我就是难免 我知道这个期待的心是不好的 想要它消失的心是不好的 但是我几乎都会落在这样的上面 但是等到我一直观察一直观察 即便它消失了 心的紧绷又升起的时候 不断地这样重复的时候 那时候我只有真的放下了 我就会 我就会不得不放下这个对它的期待 我觉得紧绷消失以后 第二天或者是等一下又会再生起 所以我就放下了 然后我跟它成为好朋友 这大概是我最后的心态 所以她知道她有想法 想到持续 BY 但她也知道 持续 BY 如果持续 BY 如果它走,它也会再来。 但是,你的心不喜欢。 所以,这就是自然的。 让你的心的自然发生。 所以,你只是观察这个心的运动。 然后,尝试一点, 尝试像是自然的。 如果心对这个紧绷不喜欢, 那就知道不喜欢。 尝试建议你多觉知,心理的感受,还有思想。 下一个。 我先报告,我这几天都常常提醒自己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放轻松。 第二件事情就是禅师所讲的,一切都是自然法。 带着这样的之间去禅修。 第三个是去检视禅修态度是不是正确。 第四个就是提醒自己去观察觉知的心。 这个部分先翻译。 然后,我等一下要举一个例子。 一个经验。 所以,你已经知道。 四件事情,她提醒自己。 她提醒自己。 安静。 第二件事情是要看自己的自然。 第三件事情是要看自己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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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看自己的自然。 OK。 非常好。 我现在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在静坐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到有一股热。 从大概腹部这样直接很速度很快的上来。 然后,背部也是一股热后上来。 然后,很明显的是有胀胀,热热的感觉。 尤其是脸部好像感觉好热这样子。 而且,那个手指头是胀的。 然后,还有流手心的汗。 那时候,我觉得身体有苦受。 然后,也觉得心里有苦受。 但是,我马上就想起了。 这都是自然法。 是因缘法。 然后,我就提醒我自己放轻松。 然后,我来关照这整个过程。 然后,那时候,我就安忍一下。 就是,还是有苦受。 尤其是身体的部分。 但是,我心是开始平静了。 因为,我体会到了,原来就是四大。 身体的四大在你做。 所以,身体就有种热,还有流汗。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体会到说,原来我放轻松了。 我就平静了。 然后,我不再抗拒的感觉。 我心情也是可以保持着稳定的。 就不苦不乐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就继续再观察下去。 好像就在等待它的生灭一样。 那,我就变成,开始观察的时候。 然后,慢慢就发现, 它的热是从上面开始消散。 慢慢,然后就退了。 其实,这个时间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就消散。 然后,可是手心的汗还是在。 还是黏黏的感觉。 这时候,我都没有做什么改变。 我就是继续观察这个过程。 然后,我就检视我的禅修态度, 这么正确。 就觉得说,好像还不错。 就是有如禅师所讲的, 就是去静静地等待的那种感觉。 然后,终于看到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变化。 然后,有一点点开心的感觉。 然后,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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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然后,后来。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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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来。 后来的体いき心态就不在心中。 后来。 后来 然后我觉得我在想说我要去觉知我的觉知 然后我就采用一种想象是一种高角度 然后再看着刚刚的这个过程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体会到我在觉知我的觉知的心 我是用一种比较高角度 然后可以看全景的这种view的方式 来看我刚刚处理 从热的升起到它的消散结束这个整个过程 我是怎么样来就是心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当我这样子去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样觉得好像是符合有善巧的 有智慧的感觉 那我后来 这个等它完全是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身体开始觉得是凉凉的感觉的时候 我决定手的那个黏黏的感觉 我做了手势的调整 因为我本来是叠着手 然后手跟手在一起黏黏 那虽然身体是开始变凉凉的感觉了 可是手还是黏黏的感觉没有改变 所以我就决定我的手要改变姿势 不要让它顶着 然后就放在膝盖上面 所以她人 will try to be aware of the mind that's aware 所以她 Campbell selestete 她 tries to rise up to the top and to see the whole picture 妳可以看到 所以他将来可以看到 陳詩说 尼刚刚说你試圖想觉知觉知的心 然後把这个心提到了一个高角度 他explora reasoning 能看到觉知的心吗 我觉得好像我就是一种出零的感觉 就是比较就像退一步比较高的地方的感觉这样子 我的感觉我不知道 对对对对 所以不要这样做 只要问一下自己 只要问一下我们的现象是否 这样就够了 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就没有问题 它是说不要试图去找 不要做你刚刚做的 就只是简单的问自己 现在有觉知吗 就够了 看不到觉知的心没有关系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因为有时候 你使用这个问题 你的心有足够的智慧 然后你自己认识 就持续地去觉知以后 有时候心有智慧的时候 你问一个问题 它自然而然就觉察到 这样就是觉知觉知的心 不要故意去 因为这个很难密集 就不要用这个表述 就是说你知道在觉知就可以了 那请教还要紧 但是你之前说 你刚刚讲嘛 你一直在觉知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有时候人们是要求找一些不寻常的经验 很奇怪的事 但他已经知道了 但是其实你已经知道了 你还要去找这些不寻常的经验 我想起来我好像有点是回忆刚才的过程 那变成是落入想 那变成是落入想 了解 那接下来我还要怎样经济 他说不需要做什么 就持续地让去觉知就可以了 所以说如果你对禅修练习本身越来越了解 你会发现需要做的越来越少 没有什么可以做 没有什么要必须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忧愿 我们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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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更多了解 我们不要做太多 传说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 但如果整个了解 修习的本身的话 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禅师已经解释了 禅师已经解释了禅修是培育嘛 我们每一刻每一刻每一刻在培育的时候 等到成自然成习惯 那这个心啊 它自然而然的就自己在运作 以后呢 这个智慧会告诉你 该怎么去做 够了 现在就可以这样 我觉得那个 一切都是自然法 这个让我比较容易接纳 当下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还蛮有提发 and the idea that everything is nature let her can accept experience 如果你真正理解 就一切皆是自然法 这个含义 真正理解的话 你就自然而然就容易接受 当下的经验 if you continue aware the mind more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is nature later and later the mind more understand so later than this understanding make your mind more accept everything 才说你当你的心能够真正的理解 就是一切皆自然法 如果持续的去觉知的话 自然而然这个心 就能够接纳当下的经验 OK 那先生好 那个刚刚有谈到 一切都是自然法 那那个 而且我知道我们一直在 觉知觉知的时候 觉知一定要带着一个 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染灼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个染灼的心去觉知的话 其实那个觉知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 反而那个觉知会把你拉进去 那个所缘境里面了 那就谈到了说 我们一直在讲到说 那个证件是一切都是自然法 我觉得对这个自然法 还是请才能师再多开示一下 就是说刚才一直在讲说 你要是真正的理解的 这是一个自然法的话 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件 所以这个自然法 我想说我们刚刚如果说 对这样子的一个名词上面 如果你没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力道的了解的话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能量 所以那个觉知 它那个觉知常常如果说 对于你很大的一个 所缘境曾经是你生命当中 一直困扰你 一直在禅所的那个 那个所缘境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会把你拉进去 你没有办法 用这个自然法的这个证件 来去面对 让你能够平静 对于你能够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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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能够平静 对于你能够平静 成说呢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一切皆自然法 这个呢 就每一次 任何经验升起的时候 整个过程 你都要去了解 去学习 一切皆自然法呢 它真正的含义呢 就是任何事情发生 都是有其的因和果 然后有因有果 那这样的一个自然 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过程 它是自然的 它自然发生了 那个就是自然法的 真正的含义 那也就是说 每一次任何经验发生 任何所缘发生 你都去观察整个过程 然后你都从中 你真正 当你真正的心 能够看到 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这个是因果 因为我们对这个自然法 就是说我们当我们 这个所缘境产生的时候 我们要去了解 它的整个的过程 整个过程 整个的过程 即使是以前 以前过去的一个回 以前发生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境是多年来 所缠绕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是不是那个 你说我们要去 就是对这个过程 过去的这个过程 还是说我现在 触到这个境界的整个的过程 您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 所以你说 a process process because something already happened in the past 所以 这并不认为 我来到了这个过程 但禅师说 你的这个情绪啊 是当下产生的嘛 对吧 对啊 这个是当下 所以看当下的过程 就是外面的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无法去觉知 那是外面 我们能觉知到的 就是我们现在 当下内心有什么感觉 我们内心的心理的过程 这个是我们能够觉知的 好 例如记忆 记忆是过去的 那过去的事情 已经在过去发生了 我们怎么样 去觉知 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回忆是在当下 我们想起来 回忆产生了 那我们会 心会去想这个回忆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错见 关于这个回忆 然后会有那个情绪起来 那这个当下 我们可以去觉知 这个当下的过程 那 我听了才是这样子讲 我的理解是 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就是说 因为你在你的过程上面 你了解了 所以你知道它是 对当下你所 它也是一个自然 就是说你 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理解一切 不所缘 它都是一个自然的状况 所以因为你理解 它是自然的时候 你理解你现在的心境上 所生起的那个抗拒 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你就 因为你接受了 你的心就平静下来了 是不是 你的心平静下来 那这个平静就会带动你 对于你过往的记忆上面 你自己会产生智慧 然后会去对你过去的那个 禅所的东西会理解到 是不是 这是因为你当下的 因为你去把你的过程上面 因为你理解了它一切都是自然的状况 包括你现在生起的这种抗拒 那你的心静了 所以你才对于你 那个禅所的东西 你自然会生起自会 去理解它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说法 对 禅说对的 是的 所以要让智慧产生 智慧可以照顾所有的事情 想问一个比较新手的问题 我在做产的时候会感觉到 我一直在不断换目标 不会去观察整个过程 有时候有听到 假如有痛或是呼吸的话 然后听到声音的话 就会被那个声音所吸引 但也不是说可以要换目标 但是会这样持续 不会一直持续同一个目标 这样前面是OK的 所以她发现 在座山的语练 整个步骤的语练 心会改变的物件 它并不是故意改变的 它是像被迷惑的 例如看着呼吸 然后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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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狗到哪里 你牵着这个神 跟着这个神 就可以 OK 我会继续走 继续走 没问题 知识是一个骤子 对吗 知识是一个骤子 知识是一个骤子 你知识是一个骤子 继续知识 知识就是这个狗神 觉知 然后你就知道 这个觉知 这个所缘在这里 所缘去哪里 他在平安 所以你跟着 那个狗有可能 要去尿尿 你跟着跑 跟着就行 所以不是很难 如果你要控制 那个狗 就会变得很难 如果只是跟着的话 就很简单 很简单去做 现在她知道 心 心就在那里 心就变成一个物件 这个时候 心已经成为一个所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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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对 今天第四天了 然后第一天晚上 因为这边很特别 就有很多的音乐 对 对 国月在阳起 在晚上时间 所以那个晚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国月月皱的在我旁边 所以在我旁边 对 那第一天是辛苦的 可是因为住了六个人的房间里面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就睡不好 对 上面有咳嗽的打呼的 在那个房间里面 第二天我想让自己看看能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 我团体生活还有在这样的氛围里面休息 但是第二天还是很多的咳嗽声跟打呼声 第三天我就发现 诶 慢慢好转 是因为咳嗽声跟打呼声都在 但是我心更能够平静下来了 对 那我很高兴 我用好奇心来帮助我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如何帮助自己安抚这样的起伏的心 所以今天第四天早上 今天早上在一个三点多我醒过来 这几天都三点多就醒过来 是因为厨房在我旁边 他们开始要准备早餐了 其实我心里会非常感谢的是他们 这么早他们就要起来 为我们准备早餐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起床了去灌洗 去照顾我自己 所以要梳洗的时候其实 我这几天其实我过得非常愉快 是因为每天都吃得非常好 在家里面没有那么丰富的早餐 没有那么丰富的午餐 在这边我都不用煮 就可以有这么丰富的餐可以吃 所以我非常感恩 但是连路要爬那个坡 其实我心脏是有问题的 等一下 那是辛苦的 我先帮你单回大家 所以第一个夜 第一个夜 第一个夜 有很多声音 因为音乐 第一个夜 第一个夜 也因为六个夜 在一屋 咬哭 闭着 闭着 嘴巴 尖乖 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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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探 才说最好在你房间里练习了 不是在餐堂 有 food choices 然后她是很开心 所以今天早上是由这么感恩的心开始 从今天早上开始 之后呢 就爬那个坡 爬那个坡上去 就开始很喘 喘的时候 其实每个步伐 我都是辛苦的 是因为我六十岁了 爬那个坡是辛苦 但是我觉得 我要做这个练习 是因为 我的心有没有在绝对当下 我一步一步就走上来 到上面真的很喘 但是喘喘之后 这样自己休息之后 就走到了传堂 我发现那整个过程 其实我非常的开心 是我克服了这个长坡 对 so the the stairs coming up because she said she's 60 years old and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her but she can be aware every step and also on the top finish the stairs she felt difficult to break tire but she still feel very happy about she can do this just go try to awake continently 他说是这样 就是持续的取决之 这样就好 他一个人特别是在 打扫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是有一群师傅 他们打扫 是非常安静的 有一群在家人打扫 他们是非常热络的 对 两个部分 因为我就在他们边管 感觉上 那我在打扫过程中 其实我非常开心 所以我扫地的时候 是在扫地 但是 倒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是臭的 对 可是那个臭的 其实心里面 真的是不好玩 对 但是我把它处理之后 我心里面是开心的 今天做了一件 蛮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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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看到 for monks and monks they do clean up very quietly and for lay people when they clean up they're very noisy make a lot of noise so when she dumps the rubbish and she can get the smell the smell very bad but overall she still feel happy when she's doing the clean how do you wear the smell or doing efficient important is awareness doing this 传说就是 注意每一步 就你怎么去做 打扫清洁的 最好的是觉知 持续地去觉知 所以我从早上 到现在的 觉察过程 我发现 蚕食这个方法 是非常好 在生活里面都可以 每个当下 都可以关照的 对 这跟我以前 所修许的方法 有一些些的不同 但是 我很高兴 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是因为 它可以在每个当下 生活里面就可以觉察 那此时刻的 我心里面 其实是开心之外 还有一部分 头是胀的 头的 腰是酸的 痛的 对 肩膀是劲的 但是 早上那个 蚕食在八点钟中 开始之后 我发现 原来觉知 就是这样子 在当下 你在嘛 你在这个地方嘛 然后当下 你的身体状况 你能不能把 感觉得到 在此时刻 就是酸痛 对 在肩膀上是劲 但是 现在 是开心的 嗯 嗯 所以 她喜欢这个方法 因为她是 比较不同的 从她之前学习的 她可以 使用这个方法 去日常活动 嗯 嗯 而且 她可以 现在 她身体 有 在肩膀上 但是 她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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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样 佛陀也说 让身体病 不要让心病 嗯 像说 佛陀也这么说嘛 把身体病 让身体病 不要让心病 嗯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问的说 那个 活在当下 跟那个病 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当下 存在那个状态 如果您能够 在回到家中 日常生活中 你能够 很改变 幸福 少有苦 你能够有很多 的利益 嗯 像说 如果你能够 在回到家中 日常生活中 能像现在这样 保持觉知 那你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少的烦恼 和忧愁 因为在家里面 做的事情 跟在这边 做的事情 差不多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我发现 这个非常适用 在家里面 做的事情 在这边 也这么做 那我觉得 其实很开心 是家里面 做的事情 补卫生纸 补什么东西 都是 那种就蛮好的 任何地方 你住 如果您 继续地 这样去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心啊 就像这样 很平静 很快乐 不会痛苦太多 大家都想快乐,每个人都想快乐,但是呢,每个人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痛苦,是因为大家没有去聚集快乐的因,就没有太多去聚集快乐的因。 他们没有做到幸福的原因,他们没有做到幸福的原因,他们没有做到幸福的原因,他们想快乐,但是他们做到幸福的原因,他们想快乐,但是大家聚集的,去做的,造作的,都是痛苦的原因。 他们是在觉察的话,它是不是等于一种刹那钉之后的结结,到最后变成一个进行钉呢? 刹那钉就是,每个当下,你就在这当下的一个活动里面,它就属于刹那钉。如果说,持续不断的觉察,也计这样的刹那钉,是不是就等于一个进行钉,就是一个钉的状态里面? 刹那钉就是说呢,就是你如果一刻一刻都在积累,就都在觉知呢,就慢慢慢慢这个定,就镇定越来越,新的稳定度越来越高,然后慢慢慢慢智慧就能升起。 是不是在这样的钉中,因为有产生这样的智慧,因为有钉中可以去觉察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不是看到我们身体的实相,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集结的。 So, is it because samadhi, the mind can see the nature of the body and mind, and the... No, because of samadhi. Samadhi helping your wisdom arise. Wisdom can see like nature rising, passing with the impermanent. 传说呢,这个钉呢,是能够帮助,就是能够帮助智慧产生的一个住缘啦,然后那个智慧呢,能够看到这个身心的实相。 是不是要这样持续地观察那个身心的现象,看到那个色身,就是明色的法,然后神里只是一个明色的基点而已。 是吗? So, is it, and then continue to watch, and then nama ruba? Yes. Even if you can get the enlightenment also. 嗯,神说是的,甚至你可以解脱。 神师好,我先报告坐禅。 以往我坐禅的时候,我是观察我的后部的上下起伍。 等于说就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所缘。 那因为这次常识讲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开放多个所缘。 所以我今天早上那一只箱的时候,我就尝试,不再是只有觉知呼呼的起伍。 然后这时候我就去听到外面很多的声音。 然后也感受到风吹的那种凉意,然后那种疏忽感。 那么这样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忽然起了一个念头。 这样操作法,对不对? 起了这样的一个疑惑。 然后心里呢,我就发现我紧起来了。 因为我不是观察到我的心, 因为我是观察到我的心跳慢慢变快。 慢慢变快。 那慢慢变快以后,这时候我就转换到,去观察我的心跳。 然后等到它慢慢慢慢再平静的时候, 我再回到后部的处缘。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请教禅师。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场跟行产的时候, 事实上是开放我们的六根。 可是在做产的时候,以往我的操作是只有在后部。 那在做产的时候,我也可以去开放其他的五根。 还是我放在单一的腹部的上下的气阔。 我能问一下你的行产是怎么做的吗? 我行产的时候是,我是去注意脚部的左右左右。 左右左右这样。 然后如果我去看,看到东西的时候,我就标记一个看。 是的,是的。 所以在身体上,因为之前,他只用了一种东西。 他只用了一种东西。 然后,因为你讲到,不要忘了其他东西。 所以,他试试了这一天。 所以,他试试了这一天。 然后,我会听到头后,放入这一天。 然后,你会问如果我做它有一天。 所以,你会拍摄的力量。 然后,我会听到这里。 然后,我会拍摄的力量。 然后,我会拍摄的力量。 然后,你会拍摄了一天。 所以,在看起来, I open 16th door and also daily activities open 16th doors so whether in sitting meditation I can like walking meditation daily activities open the 16th door okay okay the same any butcher different butcher but meditative mind must be the same but he's already doing the open yeah already so now he know whatever happening he's already aware he's present he's very good 常常说其实你已经坐禅的时候已经在开放有个门了 就不需要再去讹完 因为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 听到的这个身体风啊 然后心理感受啊 你已经在做 Our responsibility is trying to be aware what's going on Now he know everything when he's sitting in time 他说你的觉知很棒 你看你所有都知道 身体的感受 然后这个声音 然后情绪又起来了 每一个都知道 还有思想 思想来了 然后情绪又来了 然后心跳加快 又知道心跳 嗯 关注心跳 这都已经在发生了觉知 嗯 如果觉知能够知道 就是你的身体的很多发生的事情 如果觉知能够知道 就是你的身体的很多发生的事情 那说明觉知已经在工作了 真正的已经在工作了 like a business you are very good customer a lot of customer you cannot go out 嗯 常说就好像做生意一样 生意很好 有很多的顾客 我 我顺便那个补充 因为以前我在禅修的时候 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心 所生起的这些影像 或者说是声音 那个我们是 我以前的操作方法 事实上是只有标记它以后 然后我马上就回到我的货部 所以就是说 我在我的认知里面 就是说对于一些六成 就是说至少是五成这些 我们是不能够去随顺它的 那我现在就是说 我这样在做产的时候 我去觉知到这些声音 然后我去觉知到 这些触觉 我之所以会有这个疑惑是这样 他就是说 他已经有点疑狂了 在前一遍 他前一遍 是分担读的 他就是说 通常的 嚏唤 传说其实是一样的 跟你之前做的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没有标签 对,因为没有必要标签嘛 标签啊,标签是 你只要跟别人交流的话 你只要跟别人交流的话 你需要用标签嘛 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 那你自己已经知道 不需要标签 如果使用标签呢 这个心就会变得沉重 就没有办法很敏锐 才说你现在觉知声音 现在觉知声音 如果你标签的话 已经慢了 声音产生 就声音产生 很快就消散了 如果你还要去标签的话 那个声音已经没有了吗 慢了 所以就会变得累 所以心没有办法很敏锐 很快捷 所以心没有办法很快地 同时知道很多所缘 就必须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老人家一样 好像老人家一样 不能够像那些厚生的年轻人一样 心必须要像年轻人一样 很精神很快敏锐 如果你关心的话 会发现 当下的运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如果你的觉知不敏锐的话 就没有办法跟上 传说行禅的时候 你左右左右嘛 可以这样 就先觉知左右左右 慢慢觉知越来越强 自然而然的 就是全身都能够知道 那在生活层上 我是尽量放松地去保持我的动作 身体的这些任何动作 那我曾经在 比如说我在看 看的时候我想要去 觉知那个心在哪里 可是其实我是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但是所以说我们在操作上的时候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件事物 我们去觉察我们有什么感觉 或者说生起什么念头 这个反而好像比较容易一点 你不要去找心啊 你不要去找心 你知道看到心有什么感觉 心在想什么 这样更好 一样的 那么对听我这一两天 有一个感觉 尤其在有时候作产的时候 作产的时候 比如说刚好开镜 那个声音一响 因为我真的有察觉到 我的耳朵有一点轻微的震动 是这样 City meditation where he hears something he can notice the vibration of the ear 很好 可以 所以 when you watch the mind easy to know the thought and feeling is more obvious more faster because of this more obvious so you can start with the easier way 传说观心呢 念头跟情绪 就是更容易观察到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始 whatever you hear how do you feel what do you think whatever you see whatever you touch whatever you eat whatever you smell how do you feel whatever you think you can do like this whatever you think 他说就当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闻到什么 尝到什么 身体摸到什么 内心有什么感受 内心有什么想法 就这样去练习 好 谢谢 男师 你好 我 你我第一次参加 这种 这种体验 我之前都是修 直观的 OK 我前几天都是 前两三天都是严重的调局 调局的 没有 前两三天都是分层到多 可能平常在家里工作 比较累 有药破肝 回到这边 透过昨天早上 有去做中医师 推拿 昨天的下午就明显好很多 但是好很多的过程 调局变多 我今天 我昨天下午发生个小插曲 就是为了一个位置之争 位置 就是一个位置 因为我的位置 是个没办法吹 电风扇的位置 但是我又渴望电风扇 我又不想换位置 因为我一眼翁过去 我看到的位置 都不是很理想的位置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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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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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her position her seat cannot get the fan 传说这个新的特性就是这样的 传说新的特性就是这样 要这个 要那个 又要这个 又要那个 很复杂 人生就这样 心是这样 所以人就越来越复杂 就是人很复杂 知道就很好 人生无法圆满 所以这个心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第一次我们必须要看 我们必须要看 什么心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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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 你仍然没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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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自然而然的先看到这个心的自然呈现 心是怎么样子 然后慢慢就会能理解到 心的自然特性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们不了解心的自然特性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就跟着这个心 就跟着心跑的话 会有很多的痛苦 他说你已经觉察到了整个的这个心的特性过程 非常好 因为要了解心不容易 我发现我 你现在已经知道心在发生些什么 这个已经是证件 这个也是智慧的展现 因为我们常常都看到别人的不可疑 都没有看到自己当下那个心 还有情绪的环境 有时候情绪很大的时候 从生起那个波动 从很大到很小 慢慢变平静 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确实看到 而且我也做到了 我发现我这次来了 没有白来 而且我觉得 这个课程真的很伟大 我很脏叛 所以大家心的这个特性自然就看着外面嘛 你觉得很难看到自己 那是因为很有少的一个习惯来觉察自己 所以佛陀才会说不要忘记自己 我发现我们常常我们的情绪都是向外看的 但是看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好像永远都不是我的错 永远都是对方的错 因为常说因为一直注意力都在外面 所以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错误 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一些缺失 看到的全是别人的错 不是我的错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错 其实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真相是你有问题 不是别人有问题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 他们没有知道什么 他们没有明白 所以他们没有明白 所以他们没有解决问题 因为大家没有反观自己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禅修就是向自我学习 就是看到身心的过程 从中来学习 这个世界你仍然没有进入 新的地区 这个身心啊 是新世界 还没有探索过 现在欢迎你来到新世界 因为我有气动的问题 好几年了 很麻烦 很麻烦 很痛苦 不知道怎么处理 什么 气 这不是气 这不是气 你不要相信这个想法 如果你相信这个想法 你永远坐在这里 这是错的看法 错的想法 不是气 因为不要想到气 如果真体一直这样动 这个觉知力不会好 所以我认为 最好是眼睛睁开 坐在这里 最好是眼睛睁开 坐在这里 然后你就能知道 然后你就能知道 其实是有点昏沉了 但你觉得是气在动 才是说他有观察你了 他观察你是因为昏沉 不是气了 所以说因为你长时间相信这个 然后你就这样坐 最好把眼睛睁开了 这样气就动不了了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可以问吗 我可能会问你是因为他在体验坐 可是我看到那个力量非常的强 然后我说他已经坐在这里 然后我说他已经坐在这里 她可以感觉到气的能力 不要追求能力 追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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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追求能力 那么体会移动 对方向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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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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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追求能力 追求能力 身体会移动 如果身体移动 禅师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不要跟着方向走 因为方向是概念 如果觉得 要向左 身体左 要向右 向右 around right way right way left way left way 这是这是一条 她说,所以你才愿意跟着跑啊? 因为动起来没有痛嘛 所以,对,没有痛 所以呢,很多人在坐船的时候也会一直改变姿势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就看不到 这样呢,其实是跟着烦恼走嘛 我在看着她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的方向 真的不知道她的变化,她的朋友开始到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创意去做这个 但是你没看到动机 就想要去做这个的动机 对啊,这是烦恼啊 烦恼在工作 才师还说呢,如果这个身体动呢 这个心啊,它的稳定度不会高了 因为身心有关系 如果心很平静的话,身体也会静 对,身体也会静下来 这个是身心的关联 所以如果一直动的话 这个心,它静不下来了 嗯,才说那个风,风大就是动一下 不是一直这样子 那个风大是生灭,生灭,生灭 不是这样跟着跑 这个不是生灭啦,她说 这个是肠,不是无常 这个是心灶做出来的 因为这个方向,它不是实相 它是一个概念 我想要请教才师 因为我有观察到 很多人的脸上 好像痛苦的比胖的多很多 比例上啊 真的,如果一百个人的话 前说是的,大多数人大分析 其实很多人快乐呢 那都是肤浅的快乐,很表面 其实内心深处 前意识当中有很多的焦虑啊 困扰啊这些 所以这些人的脸上 也不会看上去很高兴 我想要请教才师 因为我们台湾哦 自杀率还有离婚率 非常非常的高 高到下了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的 在台湾,很多人结婚了 然后死亡 死亡 对,韩国更多 传说韩国更多 这意思是有很多的烦恼 我在书上 就是禅师的书上面看到 他说他以前脾气很坏 但是他后来调服了 我非常钦佩 在你的书上 你说你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现在你改变了 然后她恿意你 恿意 恿意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依靠 变态 当我们知道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正确的 正确的 正确的 然后心变得改变 传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的话 就会跟着烦恼跑 等到我们越来越了解 心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什么是善恶 自然就是 就知道怎么去做 因为有时候 我们已经成为习性 习性 习气了 那这种习气 就惯性 业力 是很难改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不合己意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很容易起称心 那所以在生气愤怒 这种称心起 然后它也已经是成为习性了 就是一个惯性的时候 要怎么样 除了我们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这种方法 有没有 持续这样做 就可以做得到 把这个习气改变了吗 还是我们可以从 还有别的方法 可以下手处吗 你说持续的方法 就是觉知 对吗 对对对 除了对目前所学的 这样的方法之外 还有其他下手处 针对这样的 起称心的这种习气 现在 唯一的方法就是 在你的诚心升起的时候 当下就去觉知 去学习 然后当你了解诚心的话 这个诚心就不会起来了 因为有智慧在 所以这个心就不会 太烦恼 当我生怒时,我用这四个问题 一会来,你觉得你觉得 你的心和心 每次你生怒时,我会非常受苦 我的心也受苦 我的心也受苦 每次你受苦 我的心也受苦 因为每次你认识 的 wisdom的随着 我的心也受苦 我的心也受苦 我可以看到 because awareness is present and later I try to more investigate angry about what I try to see my idea how idea is working to angry and later I continue learning why angry come like this use the question to watch about nature of angry you are more and more understand angry then later you come to the I give you money you angry I don't want to 前世就说 他以前用负的问题 来帮助他了解 什么是生气 生气生起来的时候 他问现在感受怎么样 身体感觉怎么样 心感觉怎么样 然后他发现 其实每次生气起来的时候 身心都很痛苦 身体也不舒服 心也不舒服 其他人也不舒服 然后慢慢他又问自己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而生气 然后他发现 有一些想法 一些思想 关于这个 然后他又调查 为什么会生气 然后他慢慢观察以后呢 因为看到 真的身心皆痛苦啊 他就不想要 这个心自然而然 就不想要生气了 所以现在 要别人给他钱 让他 生气吧 他说 都不要生气 因为笨的人 笨的人 笨的人 很容易生气 他们在自我折磨 你常说 聪明的人 不会太的生气 我知道 我也是这样子在做 但是就是发现 可能是 觉知力不够 所以就变成 在有生气的时候 随着情绪 跑了一段时间 那就那时候 是一种无名状态 然后等到 我好像醒了 正在生气当中 觉知来了 然后才有办法 撒车 不然撒不住 他就跑去 这是困难的地 所以就是每一刻 都要觉知 然后等觉知成为惯性以后 这个觉知 等觉知成为惯性以后 这个觉知就会更加敏锐 就能更加觉知到 反对好 反一你好 关于陈诗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去看那个动机 其实后来 我有去察觉到 那个撑心的背后 它其实是有一个 贪心在里面 那是不容易察觉的 但是如果说 我把那个 就是说发现了 那个贪心以后 把它 那条分界线抽掉的话 就是没有偏离它 因为我们是得不到想要的 所以我们才会一起撑嘛 对不对 好 那就是因为 我有一条线在那边 因为得不到 我没有办法得到这一边 所以我变成是这一边 所以我就把中间的那条线抽掉 就是分别心 就是分辨 那个是我想要或不想要 但是当 没有想要或不想要 就是看着它 才是一直讲的事情 是自然发生的 那个状态的时候 其实撑心也就不会起来了 so she can notice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anger is craving cannot get what it wants yes then it's anger arises because of loba the angry child so she try to view things as nature okay then then can accept accept but later the cause is a loba right so every time you want be careful this one thing also 常说现在你已经觉知到 称的背后是贪心 所以下一次 无论你想要什么 心想要什么 要更加的谨慎 警觉一些 对 然后关于 常识一直在讲说 身心的那个因果关系 那其实 之前我也是属于 专注一个目标的 那后来会觉得说 常识讲说 开放式 开放式的目标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平常是在书上 知道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 可是后来是用开放式的目标 一下眼睛看到 一下耳朵听到 就知道说 它其实是 确实是一直在跳 那如果又一直这样子 去观察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是很累 那就照禅师的指示 就是说 退到后面来看 那么我就是 不管根本发生任何事情 我看这颗心 有没有起波动 那如果它没有起波动 那么就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变成说 现在我在做所有的动作之前 都清楚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然后才去做这个动作 比方说 我早上起床 听到钟声要起来 那我知道 我该起床 要刷下洗脸 所以接下来 所有的动作 都是因为这个想法 去推动这个动作 所以之前她们在做一个动作 只要主动 只要主动 然后她们在说 拥有关的 所以她们可以看到 像在心跳 然后她们在心跳 然后她们在心跳 所以她们在心跳 然后她们在心跳 然后她们在心跳 然后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 拥有关的 拥有关的 是 我们不能追求 这个是 这就是 很不理解 如果它们追求 如果它们的 开放觉知啊,很多人有误解,认为开放觉知就是跟着这个所缘跑,这样会很累 就是所谓这个开放觉知呢,我们要把这个觉知,更多的觉知心 因为当你觉知到心呢,这个其余的五根门的所缘呢,都能从心门那边都可以觉知到 从心那边都可以觉知到,对,这个是开放觉知的意思 所以我现在都不看五根门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就是直接管这个心 那等于说在行走的时候,不管是在坐禅或者在行走的时候 我观察的是这个姿势,比方说行走的时候 我之前一样是左脚右脚,左部右部,左部右部 那么在这时候我会知道说自己好像黏太紧了 因为我黏在那个动作上了,所以我会整个抽离开 就是退到后面来看,变成这个射身在走路 它就不会一直黏着在脚步 但是就是知道整个身体正在做走路的动作 她说这个自然而然呢,这个心已经知道了 她说当她在走路的谈计时,当时她能感觉到脚也太注重了 然后再重复,只能看到身体正在移动 对,她说就这样做了,因为心已经知道所缘了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变成你一直往后这样子退的时候 会发现说,其实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它会有一个动机在那里 比方说我吃饭 我想要吃饭,所以我的手部会把饭拿起来 我会这样子吃,我要吃饱了 我知道,我现在吃饱了,我要站起来 那就是说自己都会先知道这个想法 接下来就会有跟着一连串的动作 那么我只要跟紧这个动作 我知道我的妄念没有跑进来 其实就是跟在这个意念上,这样子就好了吗 跟在动作上,妄念就跑不进来是吗 不,我就是说我先知道我这样子的行为 是有一个动机在里面 我想要站起来 那么我就会有站起来的动作 所以是不是我们直接从这方面去切入 那我就知道说我去注意到这个地方 是我是在满自己的欲望 还是不是,就是说知道在这时候我去分辨散乐 我现在想做这件事情的动机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其实我直接从这里面再去注意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她知道每个动作都会有刺激 是的,确实 比如说如果要吃已经足够了 然后可以看到身体想要站起来 然后去洗几球 所以她说她想要更加意识 的刺激 去看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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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是否 是否是否 才说这样做更好 就觉得这个动机是善还是不善 就是说感觉是这样子的整个操作方式会更简单的 就是会觉得这一套禅修方法 其实心的过程比身体的动作要更重要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有点类似擒贼先擒王 你先知道这个心 到底是他准备要往好的方向 还是不好的方向 你就知道在这里要不要踩刹车这样子 她说只要你知道心了 其他的你都知道 所以说只要把这个地方掌握好 其实后面的那个动作 其实他都是很清楚的知道 因为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什么了 对 所以现在她可以练习 像在问心 什么心是否知道 这就够了 嗯,像说你下来练习就问心 现在心知道什么 这就够 有保持知道 嗯,好,谢谢班尼 感谢好 小姐好 小姐好 小姐在学习上 有 我在学习上有一点小问题就是说 当我心知道的时候 我知道所有的一切感官的时候 那种的五根出去的 那种的觉知的时候 可是那个心有时候好像会 会有那种难过的那种的感受出来 嗯,还有就是说 当我难过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去对她 去对她 对她的 知道这种情绪,只是一种感觉当中的奇异嘛, 是新的一种自然的过程, 然后把它视作自然法,先有这样的观念, 然后再去觉知这个情绪。 可以理解吗? 如果你要做这个, 如果你要做这个, 如果这样做很困难, 如果这种悲伤啊,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地增长,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中性一点的所缘, 比如说安波呼吸啊, 比如说安波呼吸啊, 然后那个腹部起伏啊, 或者是手的这种触觉, 然后我们可以换一个中性一点的所缘, 然后来回地去看, 中性所缘, 然后观察一下那个情绪, 中性所缘, 情绪这样。 谢谢。 谭师好, 你好。 实际上,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瓶颈, 就是我现在的体会是, 我现在可以,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 或者是吃饭的时候, 任何时候, 我好像那个观照的那个能力, 就是让新的那个工作的, 就是观照的那个, 觉知的那个能力, 可以寻生在内, 它好像自动会, 会产生一个观照的, 知道的那个, 身体的一个流动。 然后, 我就发现说, 诶, 不管我在任何时候, 我可以这样做, 不管走路啊, 或者吃饭, 或者任何时候, 那一直到我躺下去, 知道我躺下去, 然后就睡着了。 那我讲说, 那个瓶颈是说, 好像, 你不是一个概念的瓶颈, 而是当你知道那个, 觉知是, 觉知到你自己当下的, 所有的发生是, 没有充足的, 然后没有内容的, 那你只知道它的发生, 身体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是我对生的那个, 了解。 那新的话, 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是不了解自己的, 因为每一个当下的发生, 贪嗔痴这些, 或是感受, 我觉得, 我以前会有一种, 好像想要预设立场, 现在好像不太会, 就是, 因为这个生已经起了一个很流畅的, 它会自动发生, 那你发现这个心好像, 诶, 知道有点什么是平静的, 那事情发生了, 然后起了什么念头了, 比如说, 害怕, 或者是, 紧张, 你也会知道, 但是, 你不会对立, 这样子。 目前是这样子。 加密援, 它会长得开, 如果是发生了什么, 它会长得开心, 它会长得开心, 然后得开心。 它会长得开心。 它会长得开心, 然后会长得开心。 它会长得开心。 现在, 你会长得开心。 它会长得开心。 。 你会长得开心, 然后ffer心。 这样的觉知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程师好 我在作产的时候 也其实就是说 都是有开放六个 就是平常我会 都是有开放 你在观呼吸的时候 它也自然的 你会知道所有发生 就是多招 外面 声音 风啊什么 你都会觉知到 就是说你会 同时的知道 比较好的一切的发生 多分你的周围 这个是对过程 会比较有现象 那在如果说 当你起妄想的时候 你心里跑出妄想的时候 那个妄想的时候 你发指就是说 你自然而然 你的那个就会被切断 就是你那个觉知 你对外在的一个 它会有 有点被切断 就是你平常 你如果说你单一个人 你自然的 观察你的呼吸 你自然很轻松 观察你的 你就有点 偷偷摔在的发生 你会有点大 所以她说 City Meditation Open Awareness can notice many things outside and sound and wind and if one dream mind arises 声音不在外面 声音也在 and then when the wandering mind arises it feels like the outside object cannot aware the outside object yeah you cannot aware the outside object you can't aware the body the sex door 传说 你刚刚说妄想性生奇的时候 就觉知不到外面了吗 就是说 譬如我们本来就是你在观察 你在呼吸嘛 你有觉知一点 轻松知道 在呼吸呼吸 那所有的声音你都是知道的 好像是 你都知道所有的一切的 那可是当你被广念 广想 就是一直有在编故事 就像就是你的广想出来的 那你会觉得说 就会感觉就是说 好像那种被切断的感觉 就是说你那种 其他的所言觉是不到了 对吧 When one dream mind arises cannot notice the other objects like breathing Oh yeah So you follow the one dream mind That's why awareness comes OK 对 对 传说所以啊 这样就是妄想性起来 你就跟着妄想性跑了吗 所以觉知就没有了吗 So make habit if the one dream come you try to aware of the one dream Think habit 所以要成为习惯 就觉知这个 妄想来了觉知到妄想 那在生活上也是会保持这样 尽量的 就是说 不是只有单一个 好像会 也是都会知道这样 去治疗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做事 在厕所 可是旁边周围发生的事情 你去治疗 在做事要治疗 So in daily activities 她在做事 她会知道她在做事 然后她需要知道她的事情 然后她需要知道其他事情 所围的事情 在所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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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她要知道 她要知道 在所围的事情 对 你正在知道 你现在看到 你听到 可以 OK 谢谢 我用英语讲 国语讲 哦 英语 我讲英文先啦 不后我会参与 Lately Lately how I meditate 是 continuously like reminding myself that it's ok it's ok you know it's like Why do you remind ok I found that I have a lot of rejection of what came out so it's it's like OK then you said ok and watch yeah yeah so it calms the mind down and it's more at time at time you can even like see that OK greed is happening and you can see the greed it's I mean it happening then it cause this this reaction but it's like the third party the greed ok like but this is the thing every time when there's like an idea this is like a concept like a way to do then then the mind attach to it and then you can like you cannot use the same way to do because every time the mind was changing and then the situation change and then you cannot use the same thing to fix every situation I noticed that so es actually like these few days when the whole day was having this relaxed relaxed and it was like calm peaceful and quite economist and then the next day if like the greed arises and essentially like the greed attached to the awareness then then it's like greed then you can see greed is happening everything is greed just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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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no problem everytime greed comes you're aware it's okay but sometimes i mean how to say it's like the greed is like sometimes it's like the party laba is everywhere laba is everywhere laba is everywhere not dhamma is everywhere yet laba is everywhere whatever object comes to mind already have a laba leaders are already our nature like this so if you're aware everytime the greed is coming if you're aware your awareness is very good and then i also noticed something like um when when because my awareness is not that fast you see so essentially at times when something happens a feeling that the whole idea everything just like you know the umbrella you open the umbrella it came out but i can't see everything i just noticed a few but not all whatever as much as you can just know yes just know as much as you can don't try to want to see everything it's also adorable but i also noticed that um i also noticed that there's like seriously i had this idea of how to meditate it's kind of like idea and actually it's a lot of times it's a wrong attitude that is kind of if you know it's a wrong attitude it's also good right yeah if you don't know wrong attitude then you're never right right so see the right wrong attitude know the wrong attitude you become right yeah like just now i think since morning i having this fear of interview then the mind was like keep on thinking how to interview how to say and everything then it was a lot of um anciousness and everything then when i was doing this you know i try to keep like awareness come back yeah last time when i do this is try to suppress after that it will be a lot of tension but this time when i doing this just aware just aware just present moment and the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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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it's okay everything refine refine forget about thinking ah so the mind calmed down a whole important is not this attitude right yeah just aware any object not only this but any object if you go just in the present moment stay in the present moment the mind cannot think it's calmed down that's all yeah yeah of course while sitting is better than da daily activity oh ok try this daily activity also yeah mo yeah because of sitting is more more confer more energy more time to do something da daily activity is a the mind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do also how to practice yeah so if you need to more practice then more careful yeah last time i noticed that there's a lot of like wanted to create things wanted to do it better yeah this also motivating yeah and that now it's more like okay one thing to do happening one thing to do yeah now the mind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that's why the mind less lova yeah hmm time time is finished o i think i think i think oh see she is yeah first day when i arrived um when i woke up in the morning i noticed sum kee 但是只有在寂寞的期待,我看到有些想法是有些想法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想法的想法, 寂寞的想法是有些想法的。 我看到有些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我看到有些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有些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有些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如果我跟とと。 ,是想法是想法是想法的想法是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想法 ? 想法是想法是想法的想法。 想法是想法anes congress生活有些想法。 不是你你 是你 就是你 的 的 的 就 stand there 的 body 就 stand there stand there 的 because the question arise question come the body stand there 你 aware your thoughts and body and actually yesterday during the question and answer about 没有所谓的经历,有关影,在资票上发生, 用意专注在各种状况, 我看到这种观点, 有关影, 如果对于这种观点, 会评不成为一个人的观点。 我 также会感到, 在这种观点中, 为什么这种观点想起来? 因为你一直在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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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不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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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做很多的 walking 我常常感到的 我感到的温度 很慢 我需要注意 是否 是否一切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所有的事 好 好 好 其实 我现在 我看到 我的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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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比较快 所以, yeah, awareness faster than thinking, right? Yeah. But both together, okay. Both together. Yeah, together is okay. It should be one who come together, awareness and right thought. Okay. Yeah. Yeah. That's it. Yeah. Okay. And anybody, still have time to go eat.